YO 歡迎來到DBS 我們今天要來聊聊 這個塔克夫的最近 畢竟市場上面有一些波動 油價變得非常貴 那大家都在問說 藏身處裡面 做哪些東西可以賺錢 要怎麼樣可以讓你的藏身處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賺最多的錢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吧 好 首先我們先來到 你的醫療站 那醫療站呢 目前我認為 最穩定賺錢的是 去做這個 MATS 那這個呢 需要你 用AI2 然後一個繃帶還有 Argumenting 那這個是最貴的 這個大概 你如果可以抓到一萬八 左右這個價格 其他兩個都很好買 就是三個加起來大概 可能兩萬五左右 然後你如果做三個MAT的話 好一點的時候價格一萬五 大概可以賣到四萬五 然後這個還蠻穩定的 你可以去用這個去有效去洗 藏身處的技能 之前技能有點問題啦 它不會真的讓你升等 但是現在好像是修好了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練藏身處技能的話 我非常建議大家去練這個技能 因為它時間蠻短的 它時間只需要43分鐘 為什麼要練藏身處技能 它其實是有原因的喔 因為例如說我們講Air Filter 例如我們講Air Filter這個部分 Air Filter如果你沒有任何技能的情況下 它的物理技能的經驗加成是40% 但是如果你有技能的話 會是48% 我目前的技能是48% 那當然還可以更高 我技能沒有很多 好像20等吧 所以如果你等級更高的話 這個加成的百分比會更高 所以這個其實是蠻有用的 而且它是整個 你藏身處的所有東西都會有加成 然後也包含你的製造時間也會縮短 所以我覺得是蠻實用的 那接下來我們看到這個 Moonshine 這個釀酒器啊 那釀酒器的部分的話 其實它並不會讓你賺到錢 因為你的酒釀出來大概是23萬24萬左右 那你的糖因為糖真的太貴 糖目前市場價格可能六七萬 如果以七萬去算的話 你的成本會接近26萬 也就是說你花26萬做出23萬的東西 沒有到很划算 但是如果你有多了糖 就是你如果在場上找到糖 但是你沒有活著出來 它沒有finding rate的這個狀態的話 你沒有辦法賣 這時候你就可以拿來做酒 那另外一個取得方式是你去 跟therapes去換 也可以換那個糖 它的交換比其實還不錯 就是一個取得方式 不然除此之外的話 不建議大家這樣做 因為它並沒有辦法讓你賺錢 那接下來是集水器 集水器的話它可以做這個 淨化水 那淨化水的話 目前來講是賺錢的 因為你一個濾水的這個濾芯啊 它一次只需要用大概65% 也就是說你一個濾芯大概可以做 1.6個左右的淨化水 所以你就算濾芯買到13萬 淨化水現在可以賣到12萬 你大概還是可以賺個 四五萬 所以其實是蠻划算的 接下來是餐廳喔 餐廳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都沒有到 可以讓你非常有效賺錢的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大部分都是可以讓你打平 但是不會讓你真的 真的賺到錢 那我比較常會去做這個 保溫瓶喔 主要是保溫瓶可以拿來換 換裝甲 但是你也可以在市場賣 本身的價格價差並沒有很大 那很多東西是你可以拿來做 然後可以拿去賣錢 的條件是你的東西沒有finding rate 所以你沒有辦法賣 那你就拿來做東西 換成可以finding rate 的這個東西 你就可以拿去市場賣錢 Scafcase 我會覺得如果你要賺錢的話 用8.5萬那個 8.5萬那個是效果最好 因為現在市場價格不動很大 所以你有時候 你用24萬的moonshine去換的東西 有時候會不值你那個錢 但是為什麼大家還是 很多人在用moonshine去跑 Scafcase的主要原因是因為 moonshine 可以拿到很多一些任務需要的物品 那主要是任務需要的物品啊 這是為什麼大家會 還是會用moonshine的原因 如果你不是為了這個原因的話 建議你還是用8.5萬 那如果你想要鑰匙的話 那你可以去抽獎 可以用intelligence去抽獎 intelligence是鑰匙 moonshine是 任務需要用的物品 那如果你要賺錢的話 就直接用8.5萬的蘆布 這是最有效的 那我們接下來就到 Bitcoin Farm 那Bitcoin Farm的部分的話 我個人推薦大家升到二級 25張顯示卡就夠了 你在升上去的成本太高 尤其是如果你現在 還沒有太陽能戰的話 為什麼呢 因為太陽能戰目前 需要的價格真的太高 現在總價你要升級的話 總價大概需要1500萬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貴 然後再加上你 比特幣的這個升級 也大概有一兩百萬 然後再加上 你還要再放25張顯示卡進去 所以你總共要花到 大概三四千萬才有辦法把它升到頂 所以我覺得目前沒有很值得 當然如果你有很多錢的話 那當然OK 那最主要差別是 如果你是25張顯示卡的話 是大概花你11個小時多 那如果你是50張顯示卡滿的話 大概是7個小時左右 也就是說 你願不願意花3000多萬 去讓你的比特幣的產量 增加大概一倍 當然比特幣現在是很好賺啦 現在一個比特幣在市場上的價格 大概是60到65萬左右 也就是說如果你一天可以產4個比特幣的話 那你一天可以拿到大概 250萬左右的蘆布 非常非常多 真的非常非常多 就你完全不打遊戲 一天可以拿250萬 還算是蠻划算的 但是 我會覺得成本太高啦 你如果要升級 總共需要的成本 要4000萬 我相信不是大家都有4000萬 所以 我覺得25張卡就 就很足夠了 好 接下來是 Intelligent Center 我們這個 資訊中心啊 那 這個部分的話 我會推薦大家去生產兩個東西 一個是 BPX BPX還是很賺錢啊 然後 再來就是 顯卡 因為顯卡目前價格一直往上標 之前是最早期30萬 現在已經標到120萬 130萬左右一張了 所以 他現在是可以做 現在是 可以賺錢的 以前還好 現在是可以賺錢的 接下來是 我們的工作站 工作站的話 我會推薦兩個比較 穩定的 第一個是最下面的這個 紅色的火藥 這個做Hawk 這個火藥呢 在市場上面可以賣到大概7萬 所以兩個人就是14萬 那你需要成本大概是 1萬5 2萬 然後6萬 和2萬 所以你大概會花10萬 然後可以賺到14萬 還蠻好賺的 而且最主要是他只需要32分鐘的時間 所以時間上面來講的話是特別划算 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綠色的 綠色的火藥 那綠色火藥的話 這個也很不錯 主要是如果你可以去跟 Peacekeeper買手榴彈 還有跟 Prepper買煙霧彈的話 它的價格是非常非常穩定 它並不會因為市場價格來浮動 但它就需要 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讓你的 長生處的等級可以變很高 然後在最短的時間內變快 變高的話 那我會推薦你用下面這個 這個蠻好賺錢 然後同時也只需要32分鐘 然後最後我們來到廁所 廁所的話 很多人可能 比較少用 但是其實如果你去做 SCAF的這個後背包 它其實是 其實是可以賺錢的 你兩個背包大概可以賣 17000X2 大概34000左右 所以利潤還是不錯的 如果你破了其中一個任務 叫做 SCAF的Boring Heaven 你要在四張地圖裡面 在100米 爆玩家的頭 的那個任務的話 那你就可以用很便宜的價格 我記得是25萬左右吧 去買到 蛋夾箱 那你拿到蛋夾箱之後 就可以去做 SCAF的這個箱子 如果你有破那個任務的話 推薦做這個 這絕對是 目前長生處的影片 最好賺 十個小時你就睡前 按一下 隔天就 就多六十萬 多一個Bitcoin 超讚的 對 所以 主要是這兩個 我覺得這兩個是目前 賺錢的效率比較高的 好 那這就是這一次長生處 我幫大家 帶來的 一個小小的更新 因為畢竟現在市場價格 還是浮動蠻大 不像 呃 剛開始的時候 可以賺錢的東西 比較不一樣 相信大家的長生處 目前也升級的差不多了 所以想說做這支影片 讓大家 了解一下 目前最好賺的東西是什麼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謝謝